講起色情電影 大家都會很尷尬 如果還要一班人有男有女一起看 你有甚麼感覺呢? 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 日前就在網頁上張貼一份史上最害羞志工的工作 徵求這些義工一起看成人電影 名額只有20個 他們希望透過活動 可以了解長期看這些色情電影的人真正的心性 先看看申請資格 要有超過五年的觀賞經驗 自認熟悉日本色情電影的女主角 也會心痛女主角被猶亂 同時年滿18歲 如果合資格的話 你有沒有興趣參加呢? 基金會指廣告一出 第一日報名已經有超過100人 主辦單位說 原本認為參加者會以男性居多 最後男女比例各佔一半